這邊有一個觀點要跟各位婆婆講 你有沒有想過現在離婚率那麼高 可能是你的兒子會外遇 那你要扮演什麼角色 還有有可能是我們的女兒外遇 我們怎麼跟女婿溝通 所以就要問一下黃岳秀老師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的兒女發生這樣的時候 做母親的應該站在什麼立場 如果是我兒子她沒結婚 如果家人是結婚 然後她有外遇 那我就會跟我媳婦說 如果你很愛她 那你們就共同走過這個難關 再給她機會 也給你自己一個機會 那如果說我兒子有外遇 你有本事 你也去外遇 那如果你們彼此有外遇 離婚以後 你要再結婚 或者你這個外遇 我變成是你的好朋友 那我也不討厭 我就不愛當女兒 你那個外遇就是我的女婿 媽 不是我不要她 我愛她的 可是她要娶那個外遇的 你要站在我這裡 媽 我先勸勸你兒子 那當然啦 鐵定的你放心好了 然後呢 如果你兒子還是堅持要跟那個 然後你兒子來跟你 然後你兒子 媽 我真的受不了她 你給我人生另外一個機會好不好 我跟那個 已經沒有感情 已經過不下去了 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跟我都可以過下去 你為什麼 天下 天下還有比你媽更難搞得更遠 沒有 其實剛剛 就不愛了嘛 沒有 其實剛剛黃老師講 有一個情況就是說 你兒子外遇的時候 你那個媳婦還年輕貌美 這個情況 通常的外遇的時候 像我認識一個 就是一個好朋友 其實把他出賣一下好了 他們在美國念書一起留學 那當然就是先生 因為出生也是四家子 然後那個太太就等於 伺候他老公 念完PhD 那他就變成PhD Push Husband Through 然後回來以後 你知道他伺候他先生到什麼程度嗎 他先生從早上起床到出門 他通通料理好 包括要穿什麼西裝 打什麼領帶 鞋子 襪子 怎麼配 通通幫他放好 他先生穿戴整齊去上班 幾十年都是這樣 然後他有一天就沒有幫他準備 對 他先生就不知道要怎麼出門 出不了門 因為不知道衣服在哪裡 也不知道怎麼搭配 他這麼多年來就是這樣照顧 然後他先生喜歡吃蹄膀 他就找所有好朋友燉蹄膀 他先生如果到台北出差 他就會打電話給我們說 誰誰誰要到台北出差 他身上沒帶錢 因為他先生嫌錢張 所以你們要帶他去吃晚飯 然後陪他什麼什麼之類 我們就要照顧他先生 好 有一天突然間發現 他先生當然就事情越做越好 什麼大學校長部長 然後大事什麼做了一堆 越做越大 突然間有一天說 他先生有外遇 那個外遇就是他的女秘書 因為他就吩咐他女秘書 就要這樣照顧他先生 最後他先生就喜歡了這個女秘書 好 那你再說 他到那種年齡 他根本沒辦法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男人的青春在口袋 女人的青春在眼袋 這是難免 我跟你說 可是你剛剛講的那個故事 這個太太某部分是活該 他把自己當媽 然後讓他先生把秘書當太太 所以他也是始作俑者 你幹嘛 只有媽媽才會說 阿杰 你今天要搭檢查 三人要穿倒一頂 便當要去擠 擠包有牌嗎 然後我們才比較不怪 他在家照顧 如果他對你沒在帽 你回來跟他說 我就打給你看 這個是完全媽媽 在照顧小孩的方式 這個太太把自己幹成老媽 所以他的秘書就當太太了 所以這是他 那我話回到剛才 再往前面一點 就是說如果先生一旦外遇 我們最不需要尋求的協助 跟支持應該就是婆婆 是這樣嗎 我不認為是這樣子 我是認為說 當你發現說 你的婚姻出現危機 尤其已經是外遇 已經事實產生的時候 這時候你很重要 就是說講這些話 很多電視機前面的人會說 你都講廢話 因為事不關己 關己則亂 事實上就是說 你還是要學習 就是先沉澱 因為你沉澱就是冷靜 你冷靜才能夠看清事實 看清事實 你才會知道說你想要什麼 但是因為我們一開始知道說 抓到外遇了 你看到都有人衝動進去房間 打了半天才發現抓錯人 你知道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你必須要讓自己說 我一定會生氣 而我這生氣以後我要怎麼辦 因為要解決問題 那這問題的解決過程 就變成是心理路程 有可能就像今天這樣子 電拉下來 錢拿來 你懂我的意思嗎 也有的就是說我電繼續開 但是我們已經開始 從現在開始電繼續開 不要讓人家知道 可是我們財產繼續分 繼續分 繼續分 然後這太太也開始打扮得漂漂亮亮 然後開始用錢去買個外遇 來氣死對方 也在這邊吃冰 那看 怎麼這也是 就是說招數很多 每個都是個案 因人而異 但是就是說 剛剛我要回美人的話 也就是說難道我們不要找婆婆嗎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婆婆一向是很疼愛你 但是她家教也言 這個婆婆有發揮作用 假如這個婆婆一向就討厭你 那恨不得你現在就離婚 那你找婆婆就是差距離婚 勤債跟這個錢的債務是最難還的 所以在紫尾斗數裡頭 天空地節就代表債務的意思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到底我欠誰 其實在紫尾斗數裡頭看得很清楚 如果我們觀眾朋友跟來賓 如果你是紫時生的 凌晨11點到1點生的 跟中午11點到1點生的 你的命盤裡面的空節 一定坐落在我們說的這個 豬的公位跟蛇的公位 所以你遇到生肖數豬數蛇的 你要稍微小心一下 就多請她客 大方一點 你說如果我是紫時生的 我婆婆數豬或數蛇 我對婆婆要大方一點 不要計較 上面是欠她的好不好 那我如果是醜時害時生的 然後婆婆剛好是狗跟鼠 對 那麼就是欠她的 也許是婆婆 也許我們說的可能是朋友 可能是合夥的人 合夥的就不需要了 貧輩就不需要 家人的話就多付出一點 如果是飲食跟敘時生的話 那麼你的周遭的親戚朋友 如果屬雞跟屬牛 你要逆來順受 視它為一個自然的事情 如果是合夥的話 簽約的話比較小心一點 這是一個比較容易負債的一個 有去無回的一個現象 如果是早上5點7 5點到7點生的 跟下午5點到7點生的話 那麼你的破財心 是坐落在生肖 屬猴跟屬老虎的 如果你是早上7點到9點生的 而且你又是下午3點到5點生的 然後婆婆是屬羊跟兔的 那趕快鑽石買一顆給他 漂皮大也買兩件 要什麼給什麼 否則就是 就搞定了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人去財流 財去人流 婆婆住遠一點 有事沒事半年給一吃紅包也可以 我覺得這樣摩擦會少一點 如果你是早上9點到11點生 或下午1點到3點生的 你的命盤裡面絕對是 把這個空節做得在屬馬跟屬龍的 這只是講生肖 如果這個公位又是你六親的關係 更加會印證 你講的是事實對不對 對 OK 那我們來問一下中國 通常有些時候 像今天這個賓館的事情 他們在潮窗的時候 根本也沒有外遇的問題 通常是 那個時候很苦 他沒條件 那個時候都沒有條件 對不對 平靜夫妻 平靜夫妻嘛 對不對 對啊 書記關有什麼條件 所以美人姐 你現在講到重點 很多人外遇通常都是 男人在成功發達之後才會外遇 而且男人在成功發達之後 他就會對自己的女人說 你看我現在這麼會賺 對 你就公開在家裡燒飯洗衣帶小孩 其他人都不要管 魚子無財便是德 你老公有德就好了嘛 對不對 其實老公在對你說句話的時候 他在外面正欣賞著 有能力幹戀 然後這個散發這個所謂的 認真的女人最美麗的氣質 我講的這個故事就是這樣子 你剛講的這個書記關 這是男主角 他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在法院裡面只是個公友 這個時候他認識他老婆才17歲 他老婆才17歲嫁給他 後來男人去當兵 退伍之後又回去當公友 我要講他為什麼當公友 原因就是因為 代表他們真的是 平賤夫妻出身 但後來這個男的心裡想 總不能一輩子當公友 怎麼辦 八分讀書 司法特考 司法考試 考上書記關 考到書記關之後 他就是書記關囉 然後他老婆還是個 沒有念過書的女孩子 這時候他認識的同事 也是書記關 年輕貌美 但是他這時候還守得住 畢竟他老婆爺爺還年輕貌美 他沒有想到這個女同事書記關 後來變法官 你看 你每天看著一個年輕貌美的書記關 對著大家 年輕貌美書記關坐在他前面 然後日久生情 後來他又變法官了 再回頭看看自己的老婆 心裡就會開始有點鹹了 再加上他老婆很不幸的 我們常常講 酒病無孝子 是 實際上 酒病也無老伴 真的 他得癌症 口腔癌 這先生本來一開始 還勉強還手在他身邊 但後來越口腔癌 他舌頭割了 再加上化療 所以身體就變得 身形就變得比較難看一點了 這時候突然起來 迅雷不及眼耳 他突然就跟他老婆說 我要跟你離婚 然後他就說 你要跟我離婚 為了什麼 為了誰 他老婆才把這些事情 外流的對象 長達16年告訴他